NBA的这个休赛期实在是太不平静了,詹姆斯首次离开东部加盟洛杉矶虎人,靠心思加盟有事,保罗乔治留在雷霆,德罗在伦纳的护化东甲,新赛季的NBA已经到半天,西部变得越来越激烈, 就在过去六个小时了,NBA又传来了三条消息,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,一,就在今天,老鹰队官方宣布球队已经这时签下了自由球员恩斯卡特,不过根据球队的政策,合同的细节还没有公布,他在新赛季将会升批15号战袍,在之前的消息有爆料,卡特和老鹰签下的是一年240万美元的底薪合同, 二,再不久前,有留言传出科比将付出参加B3连赛,但是就在今日科比接受了一档节目的采访,在节目中,他透露自己不会重返职业篮球,我永远不会重返职业篮球,永远不会,我要向人们展示我们会做的不只是篮球, 金银生意,赢得奥斯卡,获得爱美奖和安妮奖,这些都是除了篮球之外,还有很多的事情,所以我永远不会重返职业篮球想都不会想,科比付出了这个梦球迷们只能想一想吧。 三,就在今天根据露天看台,的记者埃里克平卡斯的爆料,森林郎的巴特勒愿意去胡人联手勒布朗珊姆斯,在7月份巴特勒拒绝了森林郎给他提供了4年1.1的顶级学院合同, 而他也多次表达了对森林郎的唐斯和维京斯的不满,认为他们没有想要取得胜利的渴望,将有引力还真不是吹的。